和融合 或許是個解決的辦法 既然和融合發展的技術 這麼艱難 那為什麼會被認為 它還有發展的潛力呢 太陽非常非常大 所以非常非常重的重力 就是因為壓力很大 就把這些氫 硬是兩個 氫雖然是它裡面都是原子核 就是直子 直子跟直子之間會互相 因為它都帶正點會排斥 可是這個重力太大 硬是把它壓 壓幾何層在一起 所以形成了 譬如說我們講Dutron 或者是氦 氦的原則是兩個質子兩個中子 它有一系列的過程 然後使得它變成比較大顆的原則 就從氫開始 所以這個叫做核融合 核融合比核分裂很難做 大家應該聽過氫氮 大家知道氫氮的威力 比原子彈還要大很多 原子彈就是核分裂 氫氮就是核融合 非常難完成 那其實大概已經發展了50年 比如說前蘇聯時代 他們就有所謂用TOKMA 就是用一些線圈 造成一個很大的磁場 然後因為這些想要把它做成 核融合的這些原子核 把它弄成電漿的形式 大家都帶正電的形式 然後但是因為電可以被磁場束縛 就把它們擠在一起 然後利用一個激波 讓它產生核融合的反應 可是這個很難讓它一個 很穩定的一直產生能量 核融合或許是個解決的辦法 既然核融合發展的技術這麼艱難 那為什麼會被認為 它還有發展的潛力呢 原因就在於它的原料豐富 每一加輪的海水 可以提煉1八分之1克的刀 而川也可以從岩石當中的 鯉原子來提煉 所以不管是海洋或是岩石 我們都不必擔心刀 會有用完的一天 我們要不要輸入 我們要把海洋政治人類的 傳統計劃 所以我需要 然後跟微軟是 尖重林 天橋 就算了 大約 我可以 看到海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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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